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纪最小的也只有14岁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让人担忧的趋势 这个趋势就是虽然警方的致力打击恐怖分子 但恐怖分子好像似乎近几年不减反增了 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以家庭为单位 有倾家出动这种作案的情况也是挺多的 据统计至少也有10个家庭前往叙利亚参加了圣战 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陈博士怎么去看待 那么这个极端分子他们为什么那么勇业的做什么自杀攻击 或者杀害他人 那么当然我觉得跟这个国家的贪污腐败 那个教育水平低 有一点关系 那么你教育水平低 那么很多人他的教育呢 就没有好好接受到他们的尊重他人的教育 一种人权的教育 我所谓讲的教育水平低 不只是实质的教育水平低 而是在教育的体系当中 养成当中 有没有培养我们尊重他人的思想 我们的教育 有没有足够的一种人权教育 有没有足够的一种尊重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的那种灌输 那么我马来西亚呢 至少我从小呢 我读书 我们的国家至少在课纲上都会讲 我们国家是三大民族 我们有佛教 有义士 有基督教 至少在这方面 对我们马来西亚多元性的灌输呢 是有相当成功的 每次重要节乐都有很多的族群出来表演 但是呢 对人权的尊重 对他人经宗教信仰的尊重 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我们教育有没有给足够的灌输呢 这是一个问号 那么在其他国家呢 可能这方面是根本就没有 他没有培养是一个尊重他人信仰的那种传统 那种教育文化 没有 再加上如果国家的贪污腐败 经济败坏 民不聊生 那么呢 极端分子呢 就很容易操作的空间了 有操作的空间 他们就说 如果你跟随我们去杀害他人 去毁灭其他人 那么呢 你就可以得到好处 或者是国家的贪污啦 经济啦 就会改善 你的生活就会改善 那么这种极端思想呢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国家的经济败坏 民生凋零 贪污腐败 教育的不足才会有 所以如果要改善这个情况呢 我们国家必须要搞好我们的经济 必须要降低我们贪污 必须要让我们可以对尊重他人的精神 好好地培养起来了 所以呢 其他国家的事情啊 他们有各自的文化历史背景啊 我们也很难置评啊 但是至少对我们马来西亚来讲 我们眼下要解决的是 把那个经济搞好 把我们教育搞好 最重要培养我们小孩子 从小就要有尊重他人的一种思想 从这个做起 那么我们才会杜绝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的温床 那么陈博士总结说 因为教育问题 然后还有贪污腐败的问题 那么子豪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补充 还有怎样的评价 我和陈博士这次就可能不得么认同陈博士了 因为刚才我已经提过了 有两种情况之下 会用于出这个极端行为 或者是有组织性质的极端行为 一个就是刚才陈博士所说的 贪污腐败啊 难权啊 教育 没有好好的教导你 尊重其他的人权 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 像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 很民主化的国家 像日本 日本也是出了一个欧母真理教 像 我不知道说对还是不对 像中国大陆呢还是出了一个法轮功 然后像美国呢还是会出了一些集体自杀的那些东西 这些国家从贪污腐败教育层面的都比马来西亚好太多 还是会有这些极端分子的出现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的不是非常是有一点不赞同成博士 刚才所说的话 然后马来西亚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如果是要和贫穷国家比起来呢 这个我就有点赞同成博士了 就是刚才你说52位是马来西亚人 你还可以用一个双单位的这个数字算出来 因为很多国家呢 是举国都是极端思想的 如果用人权来作为一个平台的话 我举个例子 某个亚洲国家还虽然是政府层面已经不允许把人民的分阶层 或者分成建民啊 或者分为上等建民 但是其实在那个国家呢 这个阶层制呢 还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非常极端的一个宗教行为 虽然政府已经不允许了 有分建民啊 有分上司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说 马来西亚已经是进步很多了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呢 可能唯一能把三大民族 甚至更多民族呢 用这一种方式 华校啊 大米尔学校啊 国民方式呢 非常和平的度过的这个国家 而为什么马来西亚还是会有那52个人出来呢 我不如说马来西亚是少数发展中国家 是没有人真正是需要饿死的 你你你如果马来西亚你看到一个人 他因为贫穷没有饭吃饿死的话呢 那明天政府就倒台了 你怎么情况之下 政府福利局 什么都会介入 他他可能会 非常非常的贫穷 马来西亚的吃贫率是0.2% 你看起来很小 但是你把它放在三千万人口之上呢 也是一个大数目啊 然后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 马来西亚其实没有人饿死 而马来西亚和很多发达 发达国家相比的话呢 马来西亚用车率是全世界 Top 10 你说平均吉隆坡可能一个家庭就有五辆车 你看到中国大陆可能一个家庭才一辆车 英国可能一个家庭才两辆车 马来西亚一个家庭 爸爸一辆 妈妈一辆 孩子三个三辆车 所以马来西亚在很多情况之下呢 和比较容易酝酿出极端思想的国家相比之下 我们是不可能会有极端思想 所以你刚才提出52个 可能炸巴厘岛的8个人 可能这个马虎纳的才30个人 但是如果你把它跟某些中东国家 某些阿拉伯 而不是那个什么非洲国家相比的话 它可能一半的人口都是那一个思想 跟某个亚洲国家相比的话 可能90%的国家的人 都是那种极端化的思想 它不只是意识兰教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宗教 然后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 发达马来西亚相对之下呢 是比较安全 然后还有另外一东西呢 就是马来西亚 我要给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家警察呢 一个赞 马来西亚除了最近啊 在浦总呢 有一个小爆炸呢 而且是没人上网 那个情况之下 马来西亚还真没发生过什么大爆炸案 然后引发真正的恐慌的那种 好像美国的撞击啊 巴厘岛啦 泰国南部的那些 都没有人因为恐怖袭击而死亡 所以马来西亚的情况之下 相对之下呢 我们算是一个 可以说是零恐怖的国家吧 如果你说诺威 是这样诺威这样子的国家 都会有一个人持枪 到处去射那个大都伦的人 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嘛 他说他是基督教嘛 全都不认识嘛 连诺威都 既然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你都可以把诺威当成是 零极端 那马来西亚在现在这个情况 还真算是在极极端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真算是零 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个人极端主义行为 也就是那52个人 或者是国家极端行为 所以刚才我所提到的温水族进化 不是那几个个人的极端行为 而是整个国家往哪一个方向走 会不会走到像某个亚洲国家 或者某个中东国家 全民都是必须要跟着这个宗教 马来西亚会不会把伊斯兰为官方宗教 变成国教 因为现在只是官方宗教 然后好像陈博士所说 有其他的和平之下 可以传其他的宗教 但是第九又限制说 这个宗教是属于州政府权限 所以州政府有权利 限制怎么去传这个教法 但是我们往哪一个方向走 所以我担心的是 以这个大政治体系的方向 是温水族清花 那个小了 你其实那52个人 他如果是从泰国南部来的话 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我所想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东西 也不是说放诸四海 一定是准确的东西 因为其实极端的思想 是不能够杜绝的 因为人的思想的东西 你是很难去理解的 有时候 那么就算在一个非常民主的 非常现代化的国家 也会有极端分子 也会有极端思想 这是不能否认的 就是说如果你透过一个尊重人权的教育 一个比较青年的政府 当然可能还要再加上政府的行政效率 有没有防范未然 人们能够在这个恐怖分子 开始有火苗的时候 开始就去杜绝他 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就算是在美国 挪威刚才律师所提到的例子 没有错的 这些尊重人权的国家 现代化 经济发达的国家 也会有极端分子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到说 不是让这个国家成为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的温床 而不是说集体很多人去加入恐怖主义 很多人去迫害其他宗教 一种变成一个集体的行为 这个就可以去防范了 但是个别的极端分子呢 很坦白说了 有时候教育也很难 因为人的思想 我们也很难去掌控的 确实每个国家都有极端分子的 所以在这边 个别的那种极端的行为呢 我们只好用政府的行政 我们警察 我们政府的行政单位 能不能有效的 在发现一些注尸马迹的时候 就能够把它先行扑灭 这样呢 我们才会比较安全 那两位认为我们的 现在的政治局势的 这样子一个背景下 容不容易会产生 慢慢的温水煮青蛙的这种现象呢 陈博士 如果你要说温水煮青蛙呢 我要看我们的新闻自由 有没有落实啊 那如果是有新闻自由的话 如果有人可以发声来谴责的话 那我们温水煮青蛙这样的情况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认为说 我们马来西亚还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因为我们现在政党轮替了之后呢 我们的新闻的自由呢 比以前还要进步了一些了 那么随着如果新闻自由 如果马来西亚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 如果我们尊重外国的投资者 我们需要走向国际化 那么我们必须要跟国际的游戏规则解溃 那么国际的游戏规则 就是要尊重经济跟贸易的自由 然后尊重人权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是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呢 它的投资也会跑掉 如果它是一个贪污腐败 不尊重法治的国家呢 它经济也会败坏 所以只要关键看 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要拥抱国际社会 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要欢迎国际投资者 我们是不是要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 国际的商人来这边落脚 经商 那么如果是我们要嘲笑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应该是往更尊重人权的角度去发展 而不是走向那种恐怖主义啦 极端的温水走主庆化的模式 那么只好呢 我的意见恰恰好和陈博士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呢就是马来西亚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啦 就是马来西亚这个言论自由啊 在第五任和第六任首相的时候 是得到全所未有的开放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第五任和第六任首相 让这个媒体自由让这么开放的 才让到他第六任首相倒台了 换第七任首相上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啦 第二就是媒体啊 媒体限制呢 其实是一个双刃道 如果是媒体太自由的话 我们会发觉到很多中东的这个 中东的这个极端组织啊 是怎么去招聘他们的那个会员呢 就是通过媒体啊 社交媒体也是媒体一部分啊 要不然他不可能自身飞到美国 一个一个去说 哎你要不要做这个 圣战士啊 你什么之类的 都是通过媒体 如果媒体不加以控制的话呢 反而会让这个自由的媒体呢 酝酿出更加多 极端思想的人来达到这个极端的目的 也就是啊 侵害其他人的自由 侵害人的家产 所以我我这方面呢 在这个自由度呢 我跟陈博士的这个看法是恰恰相反 如果是要 要减少这个极端思维的话呢 那就是要把极端思维输出的方法呢 给拦截 那其中最大的输出方法 也有可能是唯一的输出方法呢 就是社交媒体 然后把社交媒体 放上一个限制的话呢 就是印证我一开始所说的东西 就是社会契约 也就是我们人民自愿的 把某些自由呢 交给政府呢 以换取社会秩序 那这个跟我一开始说的是 完全没有违背那一个说法的 所以呢 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呢 是是没问题 是必须要限制 这是我的看法 接下来的东西就是经济啊 这个经济来说呢 如果连美国 挪威啊 日本啊 都以这么这么一个 完善的一个教育制度呢 都还可以拥出这些个体的 这个 极端组织 极端思想的人啊 在马来西亚 不非是一个 有可能因为情况之下 酝酿出这些个人主义 或者个体的 极端思想的人 然后他们当然会 对社会造成这个伤害 这连美国 连挪威 连英国 连日本都避免不了 我不觉得马来西亚 可以以任何方式呢 避免这个个体的 我们能避免的呢 就是这个 整个国家化的 就是人民普及化的 这个极端思想 而某些国家 全部人民 还真是那么极端 还有些国家呢 全部人民说 女生不应该驾车 女生应该待在家里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思想 在我们的眼里 用 陈博士说 用人权的角度看 这是极端的思想 我担心的东西 其实马来西亚会走向 温水族进化 走向这个方面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2018年5月9号的那一次大选 也就是人民对政府 做出的一个选择 我现在发觉到 那个大选过后 我们看到的两边 也就是执政党和反对党 都有宗教和与种族挂上钩的政党 而且我们的首相 也是和一个种族宗教挂上钩的政党的领袖 这个呢 我看 刚才我说到70年代的时候 大家80年代的时候 大家开始斗 谁更加伊斯兰 谁更加伊斯兰 谁更加宗教化 谁更加宗教化 这个东西 我担心的是 你刚才问我 有没有这个几率 我说有 这个几率 我不会说杜绝 我说有 它的几率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反对党 和现在的执政党 在互相斗争 谁比较伊斯兰 有没有这个几率 我觉得有 怎么去解决呢 你经济固然是再好 你文化背景固然是再好 要尊重也好呢 但是 他 人民 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大家还是要和宗教和种族 挂上别人的党来执政 来执政也好 来当反对党也好 这是我前见 我并没有说要支持那种 无限制的自由 我刚才已经说了 自由就是以不限制 别人的自由 为一个门槛 为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我的自由 不要限制别人的自由 不是鼓吹迫害人权 鼓会杀害他人的自由 不是 如果你的言论是要 迫害人权的 这种一定要限制 所以不是说 我鼓吹放任的自由 不是这么说 而是说 因为如果国家这个政府 它采取一种暴力的行为 政府如果走向极端的行为 那么媒体一定要有 批评政府的自由 一定要有反击政府 极端行为的自由 要有阻挡政府极端言论的自由 谴责政府成员极端思想的自由 这个我所谓的自由是这一边 也就是说 因为对国家 可能如果走向一种暴力 一种极端的行为的话 某一些政府要员极端的行为 我们媒体必须要有 谴责它的自由 人民要有反制它的自由 所以媒体自由还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说 这个自由不要以 鼓吹侵害人权 妨碍别人的自由为原则 这个是刚才我要澄清的一点 我并不是要鼓吹什么 放任的自由 当然不是了 那些极端思想 鼓吹杀人 鼓吹恐怖行为 鼓吹迫害人权的这些言论 必须要引以限制 必须要防范你未来 警察呢 行政单位必须要监管这些东西 因为言论自由 不能够鼓吹 迫害别人自由 因为如果你鼓吹 迫害别人自由 那你其实就是反自由 其实我们就是不仅仅在 在马来西亚 我们看一下 就是假如说在中国吧 中国也有类似一些 就恐怖袭击事件 包括在2014年的时候 昆明火车站的这个 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当时呢 是发 就是由一个新疆的恐怖分子 组织策划的 共造成了平民31人的死亡 141人的受伤 另外在开天安门 这个壮桥事件呢 也就是金水桥事件 它也是 当时也是造成了 五人的丧生 三人呢 当场就是被烧死了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两位又怎么看在 就除了除了马来西亚之外 在中国发生的 这样子的极端恐怖事件 它会给当地的 当地的这个社会造成 怎样的影响 而我们在反思 为什么在中国也会发生 这样子类似的恐怖事件 首先陈博士 那我先讲 那那个中国呢 他是对马来西亚来讲 是一个外国的 那么中国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他人口多 宗教也多 人种也非常多 那么对新疆来讲呢 这个恐怖事件呢 它的背后是什么动机 我们其实因为讯息 消息的不对等 不灵通 所以我们也很难去 真正了解 为什么这些维吾尔人 会去杀害别人 那么他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理解 维吾尔人有整千万人 在中国 那么呢 只有少数的维吾尔人 才是恐怖分子 我们不要 也不要把它等同于维吾尔人 或等同于伊斯兰 那么他这么做呢 他可能是受外国的 某些极端势力的操纵 他可能是一种 要求新疆独立的 疆独运动的 极端的一种行为 所以也就是说 他背后是什么样的动机 我们外人其实 很难理解 但是呢 不管他的动机 是多么的神圣 多么的光明正大 只要他行为 是杀害别人的 破坏人权的 我们都应该予以谴责 所以呢 中国政府呢 现在呢 开始限制新疆人的 某些的行动自由呢 他可能有一个因果的关系了 那么如果 新疆的少数集团分子 没有做出那么极端的行为呢 就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双方面 可能都要理性 看待这个东西 那么当然至少呢 在最近几年呢 新疆的恐怖袭击 似乎也减少了 但是我也希望 中国当局呢 能够平等的对待 所有的族群 所有的信仰者 那么 史豪怎么看待 首先呢 我完全赞同陈伯斯的看法 他也把我想讲的话 都讲出来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要补充一下呢 就是我们从什么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活在的是300年前 然后你是在1789年的巴黎 然后你就举着一个枪 走到了凡尔赛 对准了你的皇帝说 我要面包 那个时候是什么 那个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也就是 这个1789年的7月14日 也就是打入巴斯底监狱 如果那只是五个人的行为 在法国皇室政府之下 你就是极端分子恐怖行为 但是那是整个巴黎市民的人的 那个行为 那就是一个革命 所以很多革命呢 如果是人数少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极端分子的行为 那革命成功的时候 他就把它改了一个包装 叫做革命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这个分离分子 这个分离主义 分离主义不只是 在中国道路有 其实我们所知道的 美国南北战争 其实就是一个分离主义的战争 然后林肯总统说 我不可能让这个国家一分为二 其实美国人也不能让 这个分离主义 在他的国土上实行 但是中国政府所做的东西呢 也就是照着美国人 150年前所做的东西而已 而今天你看到的是 两三个维吾尔族的人 跑到这个昆明去杀人 跑到这个北京去 那个天安门去撞人 如果明天你看到的是 3000万个维吾尔族人 一下子全部拿起刀枪来做 那个就叫革命了嘛 这个就是个角度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什么东西令到他们这样子做 其实维吾尔族的这个分离主义 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维吾尔族都是穆斯林 第二就是他们是新疆人 所以他们要的是新疆独立 还是要这个伊斯兰灌溉全中国 我看到的是第一个 就算伊斯兰独立 独立战争呢 或者是独立分离主义 在他们自己的人的眼中 都是英雄主义 而不是极端主义 有一天泰国入侵了马来西亚 已经霸占了马来西亚 我已经70岁了 我举着刀说 我们去干掉泰国政府 我举个例子而已 不可能发生 在泰国人在那个时候 已经安居乐业的情况之下 我就是一个极端分子 你怎么要去干到现在政府吗 但是我能号召出 全马来西亚的人 一下子把泰国政府推翻的话 我就是英雄革命英雄嘛 我带着就 就让这个马来西亚重获独立了 所以就要看这个角度问题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新疆呢 我从这个角度看 在他们的角度 可能就不是极端的 任何一个要独立的 都不是极端 在他们的眼中 在我们的眼中呢 你杀了无辜的人 你就是极端主义 但是我问你 哪一场革命 法国大革命 俄罗斯革命 中国的1949年 星座国成立 是没有无辜的人死亡的呢 从那一个角度看 从宏观角度看呢 到底极端 那一个层面的极端 是不是应该避免 还是是不是应该 就让他们去解决 我们不要插手 不理好 这是我的看法 对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 各方面在 在这个哲学辩证思考方面 还有很多 可以深入去探讨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就 针对今天的这个极端化 和宗教极端现象 刚才我们谈到了 国内的一些例子 也谈到了国外的一些例子 然后魏嘉宾也给出了 精彩的点评 那么最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子极端化 和宗教极端的现象 究竟应该怎样去纠正呢 是从政治方面纠正 还是从法治方面 还是从教育入手 或者是其他方法 首先陈博士 是就好像我刚才说了 要多管情下嘛 你那个政治上呢 你要杜绝贪污腐败 发展经济 尊重人权 那个行政单位呢 也要把那些 极端的言论啊 极端的东西啊 把它扼杀 让它防范于未来 那么 在教育上 也要培养小孩子 从小就要尊重 他人宗教的信仰 尊重 人权的教育 那么呢 我觉得至少 虽然它不会完全 消灭所有极端思想 这是不可能 但是至少 可以避免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集体走入极端化 啊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 子豪 看有有怎样子的方式 去纠正 现在到极端现象 或者是说 避免温水煮青蛙的现象的出现 两个说法 第一个 完全统一成模式 多管齐下 但是呢 我要问一下 一个问题 就是 马来西亚平均一年 有一百千 也就十万个 SPM考生毕业 就这么一百千呢 你才培养出那 五十二个极端分子 就是要登真去拿着枪 拿着那个枪杆 去杀人的这些极端分子 啊 我是说 这个个人主义的呢 那你怎么把教育 多管齐下落好呢 他都会有这些人的出现 然后我刚才也是举了 其他发达国家的例子嘛 嗯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 如果说整体化的 马来西亚会不会走向极端 那我们又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了 你在一百年前的时候 你说女生可以出来做工 那是极端的说法 你你现在在马来西亚 说同性恋的人可以结婚 那是极端的想法 同样的在一百年前的英国 说同性恋可以结婚 也是极端的想法 反而现在在英国 同性恋者可以结婚 其实不极端 反而我们说 他们不能结婚 又变成极端了 所以呢 教育方面这个东西呢 英国有教育吗 有教育 马来西亚有教育吗 有教育 但是如果今天我问大家 我们在我们的教育 一种上说 同性恋是可以结婚 那这是极端 还是不极端 在英国人眼中 我们是非常极端 但是我们眼中说 这不极端 所以如果单单从教育来下手 或者是说 从政府层面来下手 或者是家长下面来下手的话呢 我们连极端跟不极端 在谁的眼中 我们都搞不清楚 我的认为是 扶游他吧 让他走吧 有一天马来西亚 真的要走向 像中东国家似的极端 那也是人民的选择 那就叫做 tyranny of majority 就是大多数的 这个暴政 你也没办法 他也是投票选出来的 我从这个大角度来看 如果是说极端化国家 你放任他 他应该发生 他就会发生 这个是英国人说过 Murphy Law 也就是应该发生的不好的东西 他还是会发生 你怎么去控制他 你就是极端了 然后今天全马来西亚人说 我们如果 我们全马来西亚人 70%的人 就不准再吃猪肉了 你就那小数的 20%的华人要说吃猪肉 你就是极端了 在他们的眼中 而你反而说他们极端 就好像现在我们说英国人 马来西亚人会看英国人说 同性恋可以结婚是极端 那他们看我们不能结婚 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到底极端的定义在什么地方 今天的极端是今天的极端 明天的极端又是明天的极端 哪知道后天的时候 自杀也是一个 社会可以容忍的事情 你阻止一个人自杀 那你就是极端了 我说你让他 放他过就可以了 就是我同意陈博士说 让人家尊重人权 这个极端不极端 就跟着这个人权的定义而改 就行了 这是从教育的角度上去说 最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外国的刚才一些做法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吗 假如说是中国 陈博士 我对中国这方面还研究的不够深入 我一下子找出那些借鉴的地方 我是没有想那么多 我们只想到我们马来西亚 就是说假如我们最极端 确实我们可能不同宗教 不同的团体可能最极端 有不同的定义 比如说同性恋 有些人认为同性恋不是极端 有些人认为同性恋是极端 承认同性恋就是极端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所能做的就是 我们寻求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什么是极端 那么如果我们有90%以上的人 认为这个是极端的 我们国家应该想办法去阻止他 阻止他 比如说侵害人权 杀害别人 剥夺别人的财产 攻击别人的教堂 这些我想99%的马来西亚人 都不会同意的 因为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会有100%的名义的 所以我们是以一个绝大多数人认为的 一种极端行为 我们必须要以谴责以制止 那么对于同性恋这方面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目前的想法是很分歧的 所以我们可以暂时放缓一下 暂时不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人权的底线 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不是同性恋 只要你的人权受到破坏 我们应该要以以谴责以以制止 因为人权是共通性的 99%的人都是赞成回复人权的 所以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如果放到中国来看的话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中国在对付恐怖分子 对付集团行为的时候 也希望能够考虑到宗教的差异 尊重宗教信仰者 他们本身信仰宗教的自由 尊重他们个人的人权 不要因为因小失大 你只是为了扫除几个小的恐怖分子 小的团体 迫害了整个宗教团体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 要不然会引起全世界的一些不满的行为 所以因为中国国内的政局 已经不是它的单一的政局那么简单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穆斯林有3000万 那么中国的穆斯林 其实跟全世界都是一样 都是兄弟啊 都是穆斯林啊 所以中国对付集团的穆斯林的时候 千万避免绕路了 对付整个穆斯林 整个伊斯兰的这种口实 不要让人家觉得是你对付伊斯兰 或对付整个穆斯林群体 我是希望中国政府这方面呢 是必须要注意的 当然我相信中国政府 现在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啦 当然不能够随便批评中国政府嘛 OK 那这次好呢 我认为是 我也是从马来西亚层面先说起呢 就是教育啊 我现在如果是要做一个老师的话 我就面对一个瓶颈了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 首相署部长达都刘伟强 就说要废除死刑 然后在网上呢 看到是一面倒的反对生 但是废除死刑呢 就应和了联合国的 那个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也就是人权渐远啊 第一个呢 就是right to life 也就是你有权利生存下去 连法律都不可以剥夺你生存的权利 那是人权 那是基本人权 今天政府要提成这个废除死刑法 那时候凡是马来西亚人民 不管任何种族都说 该死的人一定要死 可能就是孕毒的就不需要死 但是杀人犯什么 还是要得接受死刑 就马来西亚普遍上 如果有陈博士的那种说法 90%要求死刑 那我们是极端 还是不是极端 我应该怎么去教导我的下一代 如果是老师 我应该要说 我们应该提倡死刑 还是应该废除死刑 所以教育呢 对这个极端思想呢 不能作为一个唯一 或者是 即使多管齐下之下呢 它不够作为一个 控制极端思想的这个做法 而人民 如果以人民来作为基础 90%觉得怎么又怎么样的话 那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那举个例子 有一天马来西亚90%人 都是穆斯林 然后他就说 我们支持 马来西亚一定要是 100%穆斯林国家 那18%呢 你不是 你不加入伊斯兰教 我们就要把你的国籍给割除 那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10%是极端 还是那90%穆斯林是极端 所以呢 如果要用人权 来作为一个代表的话呢 那这一个教育 从教育的程度来看呢 它已经不能作为一个 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了 就是拿死刑这个东西 来作为一个比论的话 现在我们要讨论中国 那中国呢 其实我发觉 它政府呢 对待极端组织都非常的公平啊 就举个例子 你看到 这个 新疆 这个维吾组织的 这个恐怖分子呢 中国是如何如何打压的 那同样有一个佛教团体 那个法轮功 你也看到是如此如此的打压 其实它不自局限于 打压于一个 一个宗教而已 但是很多时候 我在 我之前在广州的时候 和一位学者 有了一个 闭门式的辩论 就是这样子的 中国和美国 哪一个比较民主 哪一个比较尊重人权 我就问了一句 我说 美国的川普总统啊 他是在50%以下的人民投票 当选总统的 他做的东西呢 可能70%的人民都不要 但是习近平这个总理呢 他可能就是不像美国方式的 那个投票当上的总理 但是他做的东西 越入反弹啦 以待越入啦 可能就是90%的 中国人民要的东西 哪一个是民主 一个是民主程序 所带来的非民主行为 一个是非民主程序 所带来的民主行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发觉到 身为一个大国 你不能就以为 一个小问题呢 就一概论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他为什么 对于某些 极端分子的那个行为 他特别的打压 对有些呢 他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他是一个大国 他做的每一样东西 都会影响他 跟其他国际 国际社会接驳的 那个形象 都会影响他国家 里面的经济 他必须要做出一个 最能完善 立全国13亿人口的 的那个 的这个 怎么说 的这个政策 然后你可能 要因小失大的话呢 他这个大国 他成不了这个大师 马来西亚 可能就没中国这么大 有什么过失 我们还可以承担 但是他一个大师的话呢 就是可能国家四分五裂 可能就内战 他必须要以 那一个来作为前提 有一样东西 是凌驾于人权之上的 那就是国家安全 我举个例子 当马来西亚 在任何一个国家 打仗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 很多人权的东西 right suspended 就是把它割职 你就不可能 就很像在 70年代的时候 那个共产 513事情的时候呢 就两年把国会 给割职了嘛 就两年 suspended parliament了嘛 所以当一个国家发生 一个战乱也好呢 内乱也好呢 这个人权的东西呢 就要放在一边了 所以呢 中国这个大国呢 如果有内战的 什么东西都好的话呢 它根本承受不起 它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乱 它是全世界的乱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必须把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社会秩序 凌驾于某些西方的人权主义之上 要确保每个人都有饭吃 要确保每个人都安全了 那我们才讲人权 你没饭吃 你不安全 你弹劾人权啊 这是我的前见 嗯 是今天两位的 这样子的一个 解说非常精彩 宗教危害社会 刚才听到 就是我们要尊重 先要尊重人权 同时呢 也要避免温水煮青蛙的 这个趋势的 这个 或者有可能这样的 趋势的一个发生 大家要警惕 但同时呢 刚才两位谈到教育方面 要怎样去解决 我们现在社会 宗教极端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可以从法治啊 或者政治方面 还有教育方面 但谈到教育方面 有一个问题 会让我们 接下来跟很多的听众 一种反思 就是什么样子的观念 是真的是极端的观念 什么样子极端 又是非极端的观念 这也是根据 不同的人接受的 这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教育背景 是有关系的 这也值得我们 下一步去继续探讨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两问 参与今天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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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伯持 拜拜 拜拜